大家好,我是雅特 我來自台灣 今年35歲 從事撲克相關工作 我接觸德州撲克已經10年了 平常都在線上做練習 然後線下參與大型國際賽事 然後我得過港鋪超台灣戰主賽事冠軍 台灣百萬大賽慈善賽冠軍 然後更代表2019 IFNP世界盃中華隊隊員 第一次打德州是2007的時候 打德州之後的生活就是 你放假就會想打比賽 然後你在工作的時候 閒暇之餘 你還是想看看一些影片 學習一下德州撲克進階技巧 我有代表IFNP世界盃中華隊隊員 還有港鋪超台灣戰的冠軍 這是我獲得最高獎勵的一次 通常一開始學習是透過書籍 再來就是透過影片教學 然後再來就是與朋友討論的手牌 跟自己檢討手牌 然後來提升自己的技術 線上你會看不到對手 但是你就是只能透過數學 或者是很明顯的下注方式來分析對手 可是你線下你就會跟人面對面 有些人可能會看到他的臉部表情 或者是其他一些肢體動作都有差了 因為除了需要耐心之外 是需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然後當下做正確的決定 當然是你事後可能是需要更多學習 世界 參加過2016年的BTT在澳門威尼斯人所舉辦的 對於參賽的選手 有許多看起來就像是娛樂玩家 或者是原本就是打線上的 又有世界各國不同的人 是在線上群組大家討論的時候發現的 因為BTT它賽前都會出票嘛 然後大家會討論說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線上打票之類的 然後發現這次 而且這次是辦在台灣 然後大家就更有興趣 當然是在台灣舉辦 不用出國 很開心BTT亞洲賽這一次在台灣舉辦 希望可以跟各位職業高手同說競技 然後並以決賽周圍最後的目標 它屬於線上的推廣優質平台 然後比較照顧一些娛樂玩家 讓大家閒暇之餘之後可以有一些娛樂 因為BTT每一年都 大概每一年都會舉辦線下賽事 然後都是通過 而且它比較特別都是通過線上 打票所取的參賽資格 所以我們一些朋友 可能每年都會期待BTT出現線上賽事的門票 但是期待柏亞可以在世界各地辦比賽 然後我們就可以打復刻遊世界 大家好我是雅特 我來自台灣 6月28號BBT亞中賽將於台灣舉辦 包體獎金500萬 很開心將與全球優秀選手共同競爭 6月台灣我們不見不散 天反應 大丸 2 2 2 4 6